今天以色列和亚洲的布丹宣布建立外交关系 布丹是介于中国大陆跟印度之间一个佛教小国 其实以色列跟布丹建立外交关系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提的 比较值得提的是以色列前些时候跟阿拉伯联合球长国 跟巴哈林还有苏丹和摩勒哥建立外交关系 这个世界四个国家算是比较重要的 他们是阿拉伯国家 为什么这个四个国家跟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比较重要呢 因为在此之前好像没有阿拉伯国家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所谓的正义斗争 不跟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 所以以色列跟这四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重大胜利 以色列是一个赢家 苏家是谁的 是巴勒斯坦人民 我们知道巴勒斯坦人民在1948年 以色列 就是犹太人 是在二十四阶大战给德国人屠杀六百万以后 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国家 以后巴勒斯坦人民就被犹太人 也是现在以色列人赶走 散步在四叶各地了 现在他们唯一能够住的就是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加沙走廊跟越旦河西岸 现在越旦河西岸是所谓巴勒斯坦权力组织 以前巴勒斯坦权力组织人叫PLO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大概是吧 以前是阿拉法特 现在他的领导人是叫阿巴斯 后来他们分裂了 后来有个哈马斯 哈马斯在加沙走廊 其实这两个巴勒斯坦组织 其实都是蛮腐化的 所以他们自己也不争气 他们也没有帮巴勒斯坦人 争取什么福利 好像在哈马斯比在约探和西岸的巴勒斯坦组织更为凶狠 而且哈马斯经常为了 有时候巴勒斯坦人被杀什么 他们就用火箭去射 以色列马上就派战斗机F-16在轰炸巴勒斯坦人民 这个四个国家跟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 后巴勒斯坦人组织就说 这个四个国家是叛徒 这个建立外交关系穿针引线的 是川普的这个怎么讲呢 女婿吧 叫Jerek Kushner Jerek Kushner是犹太人 他是帮犹太人做事 所以当然川普认为他是外交重大成就 其实也算不了什么重大成就了 其实他这种建交其实是牺牲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 而且就像阿拉伯UAE 巴勒斯坦大公国 他跟他建交的理由我是不太清楚 只不过就是说好像建交以后 本来这个阿拉伯穷人大公国 本来要向美国买这个F-35战斗机的 原来是以色列是反对 但是后来就是妥协了 你要跟我建交 好就让你跟美国买了 还有苏丹 苏丹是长久以来 受到这个美国的经济制裁 因为苏丹有达福尔事件 就是造成很多难民 还有苏丹就是内战 后来苏丹分裂为两个国家 现在有了苏丹还有一个叫南苏丹 一直受到因为他前面的领导人 一直是违反人权什么 所以美国就制裁他 我前些时候做过一次阿拉伯穷的一个视频 阿拉伯穷是苏丹产的阿拉伯穷最好 阿拉伯穷可以用在很多方面 我比较记得就是他可可可乐 缺少不了阿拉伯穷 阿拉伯穷品质最好就是产在苏丹 现在就是苏丹跟美国妥协 美国说好 如果你跟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 我就解除制裁 所以你看他就苏丹就是 就是等于就是投协了 好吧你跟我解除这个制裁 我就跟以色列建交 等于就是牺牲了巴勒斯坦人 还有就是摩洛哥 摩洛哥在过去 摩洛哥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他在西沙哈拉 他占领一个西沙哈拉 西沙哈拉人口大概只有六十万人 其实都是沙漠地带 以前是西沙拉是这个西班牙人殖民的 后来西班牙人撤走以后 本来应该是当地人应该独立 结果摩洛哥把他占领了 所以那个当地人就反抗 过去很多很多年来 美国都采取中立台知识 那现在就为了引诱这个摩洛哥跟以色列建交 所以就是 现在美国就承认了 摩洛哥对这个西沙拉有这个宗族权 所以就是说令这个西沙拉那些人就非常不满吧 但是就是说 其实这个摩洛哥跟这个摩洛哥已经谈了很久了 要建交社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这个摩洛哥坚持 美国承认这个摩洛哥在西沙拉 有有有有有有就就输以他的这样子 也有这样子嘛 是吧 所以就是说 在这种就是说大国和小国之间 之间的话就是说 小国 我们讲不是小国 就是巴勒斯坦这个一个弱小的民主 那自己的话也不怎么争气 所以就是说 他们的权力就被牺牲了 所以说这个川普就灵气秋波 他认为是个外交的胜利 其实最大的赢家是以色列 等于就是这个阿拉伯阵里面就少了几个敌人 那对这个以色列是一件好事 那对这个以色列是一件好事